下面我们有请湖北省高等教育学会 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凡尾微教授给大家致辞 凡教授是文化学院外语学部主任 二级教授 教育部考试中心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委员 曾任教育部大学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华中科技大学外语学院长 获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 大家奖章欢迎 各位老师好 各位频道好 各位专家学者好 很高兴今天在这里 又见到了很多熟面孔 很多老朋友 刚才李华社长的讲话深刻地分析了 我们目前的外语学习 外语教学的现状 我觉得确实很多值得我们要思考 也是新的挑战 新的问题 是不是我们就要失业了 我觉得很多老师都在 对这块有很多问题 但是无论如何 我觉得外语永远是我们的这个国家强盛的生命线 也是我们个人能力的一种展现吧 好 我们收归这么段 今天还是很热 但是也充满了活力 武汉这几天也是很有活力和希望 因为罗伯快车 武汉也经常上了自媒体的一个top 就是一个主要的话题吧 我觉得无论如何 我们的老师们现在实际上有很多的机会参加学习 参加交流 同时也是对我们老师们的工作的一个认可 首先吧 请允许我代表 河北省高等教育学会 大学外语教学专业委员会 向各位远道而来的嘉宾专家学者 还有我们心情耕耘在大学音语教学一线的 武汉老师们 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大家来到武汉进行交流 我们将携手踏上大学音语教育的新增城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很多学者专家老师们也应该注意到了 2024年1月外语教育学 被重视增列为外国语言文学下设的二次学科 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大的事情 是对我们广大工作在教学一线的老师们的工作的 还有我们的研究的认可 这样让我们有了一个学科的属性 这个是功夫可多的事情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教育研究中心 王文斌教授在他的一系列的发言中提到 外语教学成为外国语言文学的二次学科 让全国大中小学同事外语教育的工作者们 拥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学科之家 请大家一定注意这一点 学科之家 同时王教授还指出 以外语教育换外语教学 这样的说法 这样的目的也是在于呼唤 并提升现有外语工作的内在价值 这对我们王大同事大学英语教育和研究的教师们来说 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实际上也对教学也成为 也就是一门学术的这样的一个转变 此次研修活动举办 我认为也是对于这项军措的一个非常好的呼应 这次的研修手册 我看到是电子版的 在其中复材出版说有这样一段话 我介绍一下 党的二十大落报 高瞻远处的将教育科技人潮 确立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之中 这不仅为新时代教育事业的盟估发展指明了方向 也为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和往后舞台 在此背景下 大局英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人才 培养了质量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因此如何在新时代运行下积极应对新挑战 把握新机遇实现新目标 成为我们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新的这个起点 新的目标 新的挑战 新的策略 这一天我们这个交流和研讨活动的主题 各位专家学者将为我们解读政策指引方向 分析大学英语教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来自教学一线的教师 也将为我们展示他们的教育理念以及实践 这样深入生动多方位的交流将会启迪我们的思维 促进我们的反思 进而更有效的实施我们的教学 提高外有教育的成效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更好的服务国家发展战略 增强国家外有能力 在此我请代表我们研究会 衷心希望各位同仁珍惜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积极参与深入思考广泛交流 共同为推动我国大学英语教育事业的进步 贡献智慧和力量 共同书写我们大学英语教育的新篇章 最后预祝本次研究活动圆满成功 同时也衷心祝愿大家在研究 为了武汉能够度过一段充实而愉快的时光 谢谢大家